每一年的Tedas Badaling Streets 都是大家关注的焦点 因为在这一场文艺分享里面 都会有很多不同领域的人士 来到这场活动上分享他们的创意 他们的理念 他们的想法 这一次我们就邀请到了尹豪老师 来到我们节目上和我们分享 参加这个Tedas的心得 然后欢迎尹豪老师 大家好 尹豪老师他也是男高音 著名的大马男高音 是第一次参加这样的分享吗 然后唱歌的基本上尤其是唱古典音乐 就是唱古典美声的基本上 我所知道的好像是没有 不曾邀请过 Tedas的这个他的特点就是 每一届都会邀请很多不一样的领域人士 然后男高音是我近几年来看到的第一位 深越男高音 然后我就觉得好好奇 有这样子的一位大师原来在马来西亚 别说别说 其实马来西亚有很多大师 OK 参加Tedas分享的分享者 有没有困难的地方 其实有很大的困难 对我来讲 尤其是那18分钟 对我来讲是一个魔咒 对 因为18分钟 其实你要很清楚的说一件事情来讲 一个ID两个ID是OK 只是说你要把你自己本身 从事了三四十年的一个履历 或者就是工作的内容 然后浓缩在就是18分钟里面 其实我是觉得比较难 所以从开始接到这个邀约 是 然后到就是整个完成整个过程了 就是你花了多长时间去写你的 就是布置你的稿 其实我拖了很长时间 我不敢下笔 我不知道怎么讲 可是分享的内容是 你们老师都是自由 自由的 自由的 那对于南高音 大家也有很多的好奇 还有一些迷思 那首先我们先来想问一下 银河老师 到底对音乐的话 你从小开始 几学开始就接触音乐到现在 真正接触应该是 就是上了中学之后 上了中学 如果是说被影响的话 你看你肯定就是你从小 听的东西了 听的东西 听的内容 反正就是父母亲听什么 你就跟着听什么 其实那个就是你的养分 这是你家里 家里是音乐师家吗 不是 不是 我爸是钟表修理师 我妈就是也是家庭主妇 之后也是作为一个 一个保险从业员 这样的一个身份 我没有冒犯老师的意思 就是老师 你那个年代 男生要学音乐也是一个少数吧 是是是是 我那时候也算好的 就是我的前辈可能稍微比较 比较困难一点点 是 可是那时候就是你跟父母 或者是家人讲说 我讲我想学音乐啊 喜欢唱歌啊 是 他们都是支持的表态吗 支持也不支持 怎么说 支持就是说他也不是说 我很支持你啊 反正你去学就好 有些东西你还是得自己去去去 呃要回来的 哦 就是一些坚持 对 可是当时候你就很明确自己的目标了吗 其实也没有说特别清楚 呃 只是说内心的一些渴望有时候 我就觉得做很多一些决定的时候 有时候不是用脑去分析 有时候对于我而言来讲 有些重要的一些关卡的时候 关卡的时候 不是说用 用 用 用脑去分析这个可行不可行 更多的其实是用 拼我自己本身的一些感觉 那老师你也记得就是 当时候你认真学的第一首歌 认真学的第一首歌 呃 我母亲教的 什么歌 嗯 呃 满江红 哦 听起来好像是蛮久远的歌曲是吧 他是 也是我第一次接触文艺歌曲 啊 文艺歌曲 可以稍微哼一下给我们听吗 哈哈哈哈 怒发从环定烂处 笑笑欲歇 所以你那时候中学就是 用这种唱腔了啊 对对对 和我们现在年代的唱歌方式完全是不同的 嗯 是有的 不是不是你跟年代的问题 这个是曲子种类的问题 老师刚刚有提到你是有去过中国北京 是 那时候是去深造还是去发展 呃 深造啊 深造 是深造属于哪一类型的音乐领域啊 呃 古典 古典声乐 会到那一边学古典声乐 就是叫 呃 全名应该是叫西洋歌剧美声唱吧 为什么会选择 古典乐的这种派别的音乐来发展 因为我 因为我初二的时候也是因为参加比赛 然后老师推荐到我 就是一个 呃本地的一个就是 声乐前辈 嗯 然后呃 就是一直跟他上课 呃 然后从他的里面 就是我一直就是 其实一直在听着一些古典音乐 呃 如果是当算起来老师已经坚持多少年了 如果我是从 嗯 十二十三 十三岁 十四岁开始的时候 到现在了 差不多 你就是不要跟我们讲多少年 哈哈哈哈哈哈 讲这一次有超过好多好多年了 好多年了 但是 其实也是我早期花最多时间跟经历在看 嗯 就是去专研啊 因为 因为他的个声音是完全我们讲 他是一个很歌唱的一个就是 很科学的一个方式 嗯 然后变成就是 你必须得了解就是 声音的美学 嗯 然后还有就是整个物理架 就是生理架构 嗯 怎么去 build up 就是整个声音 然后变成就是 一旦你进去了 感觉就好像 你在探索一些东西 嗯 嗯 你会越来越着迷 你看老师可以说出这样 这番话就是 他对于声乐 已经是研究到很透彻的一个 也不能说透彻了 基本上这条路一直在走 嗯 老师是可以为了音乐 然后就是 不吃饭不睡觉的人嘛 废寝忘食 废寝忘食啊 我们 我曾经试过就是说 通常你讲练声那个练一个小时 就是哇 差不多了 对啊 会累啊 我们 我是曾经啦 我不知道其他人 我曾经就是 那种疯狂的练声 可以练七八个小时一天这样子 七八个小时 嗯 就一直在 一直在练 然后 然后再可能 喝一点 就是休息一会儿 然后再过去 就是你有不间断的 现在还是会 七八个小时的 到没有啦 到没有啦 可是每一天都会 有练习 现在可能更多的是思考 身为音乐家就是除了底子要好 然后历练 生活历练也是要丰富 才可以装作好的音乐吧 嗯 我是觉得有时候 我觉得一个艺术家 不管是哪一个领域的 总应该是内心有一些想要跟人家表达的 但是往往 艺术家在台上表演 或者是歌唱家在台上表演 唱歌 是 台下的观众 未必能够100%得到你想要传达的讯息 对啊 特别是现在的观众 这口味跟吸收的方式都不一样了吧 肯定不一样啊 嗯 你说嘛 我们看一个歌剧 至少要大概两个半小时到三个小时 嗯 听啊 看啊 然后现在你说 现在年轻人 你让他看大概五分钟的那个短视频 他就觉得长 是 然后你让他看两个半小时到三个小时的歌剧 梦想 哈哈哈哈 真的不用想 不用想 对一些就是艺术上的呈现 然后要慢慢去探索 对他们来讲 我不够时间用 嗯 有什么不够时间用的 其实我是觉得生命的好玩的地方 就是在这个探索 把人的心弄得特别功利的时候 有时候你就觉得越来越无趣 时代的改变跟现在的社会相当的竞争跟激烈 嗯 所以很多时候就是他们就是直到目的 今年 今年七月份的时候 我就是说 因为我不可能做一个两个半小时三个小时的歌剧 有多少人可以做到那个时候 是 所以我变成我也找了就是相应的一些编剧 嗯 然后改改一些就是说 对 特别 呃比较贴心生活的了 嗯 但是啊 富有戏剧性的 嗯 然后编了一个就是说一个一个小时里面能够把一个 就是啊 剧情给说清楚的一个 呃内容 内容的一个歌剧 还有呈现方式 啊 有前辈给我讲说过就是 是而且是金马影后 哈哈哈哈 曾经他跟我说过哦 嗯 就是在本地搞一处真的会饿死 哈哈哈 但是 有热忱的人又不得不搞 嗯 嗯 呃 语气的一直在埋怨吧 我是觉得 反正就是这条路 你非得走不可的话呢 就直接走啊 嗯 就直直走就对了 那回头看 老师回头看 有没有什么想要跟鼓励以前的自己说的吗 哇 可以 哈哈哈哈 好好走吧 哈哈哈哈 好好走吧 一输不一 但是坚持下去 好好走吧 随着心走吧 嗯 OK我相信 呃今天谢谢老师来到我们节目上和我们分享 关于他的音乐这条路 还有就是他参加TEDX的这个心得 还有有趣的事情 嗯 如果是错过这一场TEDX的话呢 你们也可以到YouTube 我相信接下来YouTube 或者是他们的Facebook 或者老师的自己的网页 也会去分享他在TEDX的内容 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 我们花晚走进五花里 让天边晚夏可不愿意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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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